在旁邊一直哭一直哭 希望我們一定要救他們 那其實卡達小醫次實在的話 那時候衝突真的很不好 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但是我就是跟他們說 盡力而為 我們大家都盡力才不會有遺憾 結果一年多後 就像各位現在看到這樣子 狀況這麼好 來到我的門子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跟他說 我們幫你辦一次計程會 我希望用你的案例 來鼓舞更多其他跟你一樣的病人 他就答應我了 然後等到那時候的那個新聞報導 我記得真的碰到很多人 很多本來來到我的門子 都快要放棄了 我就跟他說 我給你看一個新聞 楊婆婆 看完之後 本來很多本來就準備要放棄的病人 突然間來起了信心 救到很多人 今天是來兩年 又過了兩年 又過了兩年之後 連藥都不用吃了 一年 但兩年前還要吃藥喔 兩年後的現在是一顆藥都不用吃 韓國的好好的 各位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很厲害很棒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我就跟他說 跟著給他鼓勵齁 我就跟他說 跟著給他鼓勵齁 一定要你到現場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你的案例 婆婆 你的案例齁 幫到很多人 你也幫到很多人 你也幫到很多人 你能力的好啊 謝謝謝謝 啊所以剛剛剛才昨天也想到 團隊很重要 自己很重要 家人很重要 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啊所以我們就很希望 透過這次機會挑戰的消息 放成更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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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